我又做電影又做電視 很多朋友在後面都支持我 尤其是阿姐 也有人問我 你做了電視、電影又做大戲 你還有哪一種想做呢 其實我有個想法 因為我做阿Sir早晨的一部電影 有一段劇集的劇集 我和阿Loki在天堂上鬥唱 阿Loki唱時代曲 我跟他唱時代曲 我唱語曲, 阿Loki跟我唱語曲 我唱男聲, 他唱女聲 他唱男聲, 我唱女聲 大家就鬥唱 唱得很熱鬧, 很高興 我也可以和阿Loki鬥唱 難道我可以在歌壇發展 雙鳳 小小風聲齊一暴雨中 阿Loki 滄海一聲笑, 韜韜兩岸朝 秋朗途盡, 紅塵逐世幾多笑 江山笑, 英語潮 誰顧誰血, 盛盡天之曉 在新劇《阿Sir早成》裡面 我知道你是認識一個音樂老師的 適合你做的, 阿Loki 其實呢, 不是做老師的 是做我自己的 我做阿Loki 劇集中我做了一名好朋友 他是做老師的 我們協助他如何教那群學生 教他們如何唱歌 參加一個歌唱比賽得很好的成績 你自己平常都經常教人唱歌的 演這個角色應該如如反將 但其實在做戲方面 有沒有自己想一些家賊的角色 有一點點提議 如果是有一點經驗 你知道是怎樣去演繹 怎樣去帶人唱歌的戲嗎 當然, 劇集中所教唱歌的方法 是不能做準則的 因為為何一個人生活 少許少搞笑的成分在內 口圓一點, 用力一點 我唱不得這麼高 行了, 你不夠膽, 你有聲音 來, 來一次 我真的唱不得這麼高, 阿Loki 真的唱不得? 沒有唱不得 我有辦法 我唱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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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個好的老師 你覺得有甚麼條件? 我想作為一個老師 首先要在他學生面前 要視乎一個好的榜樣 就是看見一個很好的形象 令學生很信服他 還有一個親切感 除了他本身對自己教學方面的學識 要很豐富之外 我想他有一套是足以引導學生 很有興趣學這門功課的本音 其實唱歌是好玩的 不一定在課室裡可以教唱歌 在室內都可以教你唱歌 阿Loki, 那我們可不可以去BBQ? 我想去引一輪車 我也喜歡 我也喜歡 好… 任何一種活動都可以練聲練氣 入選呢, 那些才可以玩 好…